四季志工來訪和敦閣社區的居民 花夾子一開就是聊不完 2015年的水患志工前來關懷 一直到現在 歲末年終時更是要來探望 親自幫長者把物資送回家 相約下一次再見面時 還是要如此健康歡喜 也足以探訪無法前來的居民 小女孩最喜歡有中國味的祝福 尤其是在埃利森安老社區 大多是獨居長者 有志工的拜訪熱鬧許多 也有人早就在家中等待 要把存了一年的竹筒捐出去 聚工是歡喜來送愛 也待會慢慢的祝福 大家希望知識美之工澳洲綜合報導